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提到瀑布,相信小伙伴们一定都不会陌生 毕竟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瀑布的存在 就算看不到现实中的,电视上也会经常看到 不过藏于海底的瀑布,你们见过吗? 在格陵兰岛跟冰岛之间的大西洋海底 就隐藏了这样一个神秘的海底瀑布 丹麦海峡,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这个瀑布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海洋学家测算,这个瀑布的落差至少达到了3500米 这样的落差比两座泰山加起来的高度,还要高出近500米 可想而知,这绝对算得上是世界第一大瀑布了 巨大的落差也直接导致了每秒钟有近50亿升海水倾泻到海底 这样的水量相当于在一秒钟内将25条亚马逊河的河水倾泻到海洋之中 可以想象,这一场景究竟有多么壮观 不过可惜的是,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是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奇观的 最了解,这个瀑布其实是科学家在格陵兰岛附近测量水流速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 因为在这附近海水的流速突然就变快了 这种现象,往往只发生在有海底暗流的情况下 后来经过了进一步的探测,科学家才最终确定了,原来是一条海底瀑布 除了这条神秘的海底瀑布以外,在浩瀚无垠的蓝色海洋之下 还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在等待人类的探索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看清这条瀑布的真实面目 对此,小伙伴们有没有非常期待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